年收入超过40.8万的小资组 已规定得缴税 但调查发现 年收入500万以上的人 有9户免缴税 更扯的是 年收入2000万以上的大户 有人一毛税金都不用出 政府说关键在于 捐赠和医疗支出 可以全部扣抵 专家更透露 有钱人结税有配付 500万元的人 没有任何的结税措施 可能一年要缴 大概50万左右的税 如果是我的话 我宁可把10万拿去给 这个会计师帮我想办法 一般老百姓 我一年才赚100万 那我干嘛去 把我的钱捐给 这个机关机构 赚到2000万以上 不用假报税 这是有可能 有些所得大付的话 他基本生活都没有问题了 他才有办法 大量的监管 达到大量的结税的效果 靠医疗支出 又该怎么结税 目前规定 挂号费慢性处方间 手术医药费都可扣抵 但渐减医美牙齿矫正的费用 无法抵税 专家说有钱人避税方法 还有这一种 比如说买一些 什么医疗的东西 开刀手术 那个其实都可以 灌很多水在这里面 重大的伤病的时候 超过健保的 集务范围的话 当做他列举扣除 我的医药支出的项目之一 当上班族辛苦缴税 为何却有大户 可以一毛不出 有钱人的结税妙招 和避税手段 就怕很多真相 不能说出 这条云山行李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